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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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明明开通了个人短视频的平台 在微信的视频号和YouTube上搜索 明明在美国就可以找到我的短视频平台了 同时在小红书 抖音和TikTok上面也是搜索同样的名字 明明在美国就可以找到我的短视频平台 那么最近看到短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刚刚这个暑假 我真的是和孩子度过了 非常精彩的一个暑假生活 六月份呢 带两个孩子去了夏威夷的大岛 去年买的度假屋啊 这个时候暑假真是用上了 这个住的时间长呢 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到 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快乐 回来的时候 孩子们真的是依依不舍 尤其是夏天的德州是非常的炎热 而夏威夷的四季如春 尤其是我的那个房子在半山腰上 非常的凉爽 没有空调的夏天你能够想象吗 真的是就是四季都是这样的一个温度 非常的舒服 回到德州呢就觉得这个酷暑难耐 所以七月份呢我们就继续北上的 继续暑假的出门 风玩的这个行程 老早呢我们 我和孩子们就很喜欢露营啊 和户外的一些这个活动啊 这个美国有很多非常绝美的国家公园 和这个州立公园 自然风光是绝美的 但是这些地方呢 你真的是要出门去 去看去玩 如果能够露营住在那个公园里面 或者是山里面你才真正感觉到那个大自然的美啊 很多的这个在克罗拉多州 犹他州 以及呢黄石国家公园那一带 还有大提顿国家公园 这个整个的瓦奥明州 都是非常非常美丽的这个自然风光 而且气温呢在夏天也是非常的凉爽舒适 那么我早年呢曾经租过这个RV trailer 就是那种房车啊 拖着的那种房车出去度假啊 非常好 就有空调 夏天不会很热 然后下雨什么的 你也有一个房子住啊 这个住帐篷呢就比较辛苦一点 那么今年暑假 本来计划是租一个房车 7月份带孩子们去探索一些没去过的国家公园 还有一些挖宝的经历 自从今年3月去阿肯色州的钻石州立公园 挖到钻石去旁边的水晶矿 挖到了大批的水晶以后呢 孩子们对于挖宝的兴趣是越来越高涨 所以这一次的国家公园和自驾游之旅呢 我们就是逛国家公园和挖宝 这两个主要的行程在里边 那我原计划是租一辆房车拖着出门 后来发现呢 这个不但买房车这两年物价飞涨啊 这通货膨胀真了不得啊 早年那个那个小的那个房车全新的 一万一一二就能买下 现在没有低于两万的 就是涨价已经是涨到这个份上 然后呢 这个东西涨价 租他们的钱也涨价 就是一天 你租个很烂的那个房车 都要一两百块一天 那你还只是租这个房车的钱 那你房车去任何地方停 那个RV Park 就是那个房车公园 你还要另外支付一天啊 最少也要二十块 二十到五十到八十到一百不等啊 和各个公园设施不一样 所以呢 如果租一个房车拖着出去旅行 就是你租这个房车一天一两百块钱 还有这个房车那个在公园里停车的钱都要付 所以那个成本一天就至少两百多 后来我算了一个账啊 这真的不划算 当然坐飞机去到当地租个车 然后呢 自驾旅行 住酒店 这是我们以前惯常的一个旅行方式 但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 其实沿途上 从休斯顿开车开到犹他州 如果单程不停车 是要开二十三个小时左右 那这个太累了 而且呢 也很辛苦 也不安全 但是呢 你如果一路连开带玩 这事儿就可以考虑了 所以最终呢 考虑到成本 其实呢 自驾游是最省钱的方式 几千块钱的机票不用买了 我们三个人 然后呢 这个 这个租车的钱也不用花了 你开自己的车嘛 然后就只需要付酒店的钱 这些国家公园 你如果身体够好 能够开车的话 就是不是很远附近的小镇上 就是那种连锁的美国的酒店 非常的好 八九十块一晚上 到盐湖城最贵的 也就一百二一晚上左右 我们就选择这样的酒店 而且呢 这些酒店还包含自助早餐 而且美国的这种连锁酒店啊 经济实惠也很干净 他们 有的有游泳池 大部分很多有游泳池 还有这个 这个房费里包含游泳池 健身房 还有这个自助的早餐 真的是非常划算 因为现在物价飞涨啊 我们一家三口 就你随便吃个早餐 也要五十块 美金左右 平时我的孩子吃的多 我们经常就加上小费 就八十块 一顿饭 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所以你想这一晚上 房费才八十块 又包含自助的早餐 还能去游泳池 就非常值得 又划算 所以就推荐给朋友们 如果你想省钱的 这个在美国境内旅行 自驾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当然你要有很好的身体啊 这个一天开车五个小时 现在对我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曾经有一天 从德州开到新墨西哥州 白山国家公园附近的 那个小镇的时候 开了七个小时的路程 确实有点累 但是我呢 基本上每一两个小时 到一个加油站就停一下 加点油啊 去上个厕所 买个冰激凌 休息一下 这样呢 一路上比如说六个小时的车程 停个两三次 每两小时停一次车 停个两次 也就到达目的地了 然后孩子们呢 现在也都慢慢习惯了 因为自从我们从休斯顿 开到过新奥尔良去 一路六个小时 他们都没有问题之后 我就知道 一天呢 在车上六个小时 对他们都不是问题 车上有DVD可以看啊 从图书馆借了一堆书 他们可以玩 然后一路上呢 沿途的风景非常的美 经常可以看到 野生的鹿群 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 就带脚的那种那种牛啊 然后还有野兔子啊 风景也是非常的美 所以呢 就这么出门了 这个自驾游感觉是非常的自由啊 我头一次经历就是 整个比如两个星期 14天的行程 没有提前订好什么机票酒店 我的酒店都是今天订明天的 或者今天订明后天的 就都是这样 然后后天呢 那个那个就是 你在一些APP上面 去订这些酒店啊 机票的时候 它有个选项 就是你订这些酒店 好像多花个15块是多少钱 就是买一个保险 就是你可以随时退订 只要你没去入住呢 你可以24小时之内取消这个预定 所以呢 我就都花了这15块 有时候订了后天的行程啊 结果第二天呢 这个玩这个地方特别好玩 哎 又发现这个 这个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还没去 我们就临时更改行程 在这个当地再多住一晚上 然后把明天的那个酒店就取消了 因为花了多15块的 那个买了那个保险 所以呢 取消也是全额的 这个返回你的这个防费 所以呢 就是这样一个第一次尝试这种边走边玩边玩边定行程的这种自由自在的旅行方式 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省钱啊 几千块的机票省了租车的钱也省了啊 这个吃饭啊 什么汽油啊 你这个这个 你租车也是要一样要花费的 所以这一趟我们等于行程又省钱又自由玩的又很尽兴啊 推荐大家 但是原则是第一你有长途驾驶的经验 我呢 经常出门钓鱼 一开车就几个小时 所以非常习惯 长途驾驶 然后自从海边那个Rockport那边买了度假屋 单程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 有时候当天就往返 所以我一天开个五六个小时的车已经是家常便饭 只要路上不塞车啊 一进入美国中部 那都是高速公路边上就是 就车也 有的地方很少啊 到了这个科罗拉多州和尤达州那车就很少 大部分就是这个这个全速的在跑 然后呢 风景如画 你只要呢 学会放松 身体适应的话 其实那个开五六个小时并不是很累的 然后呢 这个重点就是这一路自驾游的这个自由真的是太太爽了 就是就像我说的今天没玩够多玩一天 行程就接着改变 然后呢 这个包括我们比如预定的mining就是去挖矿 挖宝那也是提前两三天定的因为你要看之后一个星期的天气预报 你太早定了这个这个行程那天赶上下大雨这就不能就不能出门了这行程也要取消 所以你临近一个星期之前或者三四天之前预定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你可以看到啊就是临近的天气预报就比较准确了啊 这个当然有一些特别火热的地方你预定晚了可能就会定不上啊 但是呢大部分我们玩这种地方比较小众 那么国家公园呢 这个我在出门前给大家录的爱八卦节目里还嘱咐大家啊 一些国家公园需要提前预定像什么幽山美帝啊什么东西的 但是呢我就认为这个拱门国家公园位于犹他州的拱门国家公园 我觉得那个属于不是那么火热吧 就就你看我还给大家报这个新闻 结果我自己没预定 结果去的时候路过那里就去了那排半天队去去去到门口才告知 必须要预定才能进来 预定一辆车也就是两块钱在网上 它主要是为了控制人数啊 但是当天预定呢就只能定到晚上 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及时到达盐湖城 所以就取消 好在我们回程路上还经过那个拱门国家公园 所以呢这就知道了啊预定了 所以在网上预定了回程的时候来参观拱门国家公园就参观了 所以提醒大家呢这个热门的国家公园 你还是要上网去查一下 那我们去城经过新墨西哥州的时候 那个白沙国家公园呢就不是那么热门就不需要预定 但是里边是真热啊 这个沙漠气候夏天真实要要烤鸡蛋烤熟了的感觉 所以大家如果去新墨西哥州那个美丽的叫做白沙国家公园 White Sands National Park一定要选择冬天或者是秋天 秋冬季节过去天气凉爽舒适 而且呢如果有摄影师或者爱摄影的朋友 就是日出和日落前的那一个小时 那都是摄影光影最佳的时间 那个白沙国家公园大家网上可以搜一下 那些绝美的照片啊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那个白色的沙餐配着光影 如果再穿一起红色的裙子或者是亮色的这个这个裙子 可以拍出一些绝美的大片 那我们带着孩子呢就是玩滑沙那种滑滑梯去玩 相对夏天就有点太热了啊 这个孩子们也受不了玩了一个这个一两个小时就赶紧撤退了 所以这个孩子们只有暑假也只能这个时候去 所以这个自驾游其实就是需要很多的经验的 我们原计划呢是一路开车开到内华达州 有一个欧宝迈就是这个欧宝迈叫做这个 Royal Peacock Royal Mine本来要去那里 后来一看呢路上确实太远了 如果要去那里呢我们就需要再多出两天的行程 那么回来呢这个休斯顿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必须要赶回来 所以就临时呢就是决定不开到欧宝迈了 我们去犹他州的一个叫做Redbury的那个矿区去挖矿 那个Redbury呢这个名字我也不太熟悉 这都是我女儿和儿子天天追YouTube上面的网红啊 挖掘的这些网红们这个了解到的美国各大的这个矿区 犹他州的这个Redbury呢中文叫做红色绿柱石 其实呢它就是祖母绿 红色的祖母绿它的这个这个宝石晶体的化学成分是祖母绿 但祖母绿的产量要这个绿色的祖母绿要比这个红色的这个要产量大得多 所以呢宝石界都是物以稀为贵 所以这个红色的祖母绿就更加的昂贵 比这个这个宝石级别的红色祖母绿呢 它的价值比钻石和祖母绿红宝石都要昂贵 而且它的产量很少 我当时就就觉得那好吧就去吧 其实呢 以我们这么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这业余挖宝人 无非就是让他们好玩啊 暑假呢比在家里窝着什么看电视看iPad要强得多 没有想到呢这一趟行程大获全胜就是收获满满 第一孩子平时呢身体锻炼的非常好 这绝对是个体力活挖矿 那就是凿石头搬石头筛石头筛土 还要先爬山 全是体力活 所以如果家里人体力好可以干这个 我呢平时幸亏有这个锻炼 一直登那个跑步机 就是爬step machine就爬楼梯那个机器 我可以连着30分钟 所以心脏呢也是受过锻炼的 但是这个爬山跟那个跑步机还不一样 就爬楼梯机不一样 爬楼梯机呢你就是一个人在那爬楼梯 这个爬山呢一个是鹿崎区啊 还要背着上山的八大瓶水 午餐还有这个几个大铁锤 就是一些工具啊 凿矿的工具 所以你等于是负重爬山啊 这真的是挺有考验的 但是呢所有的辛苦都没有白费 这就跟你辛苦登顶爬到山顶之后 一览众山小的那种快乐一样 我们辛苦爬到的矿呢 没有让我们失望 而也到了那个地方呢 真是遍地金光闪闪 那个托帕石在阳光下 它那个石头呢 那个矿区挖了一下 都是有点像白石灰那种颜色的石头和岩石 它里面富含托帕石 还有一种托帕石之前的那种闪亮的晶体 阳光下呢真的是放眼望去 遍地式黄金的感觉 非常的兴奋 然后呢进到那个犹他州的山里边 也是风景绝美 到处是野生的动物啊 当然也要小心蛇 当然一群人 你滴啰啰啰有很多噪音的时候 那些蛇啊野生动物也早早的离你远去了 总之呢就是非常的兴奋 爬上山以后开始早宝石啊 两个孩子体力非常好 我们居然找到了八颗红色祖母绿 然后呢下午又去另一个矿 继续挖托帕石有粉色的 所以红色祖母绿的矿呢 有一些黑色和白色的托帕石 下午的那个矿呢就是粉色的托帕石 它是沾染了一些猛猛这个元素 所以那个托帕石大多数是成红色粉色和白色 所以呢回来以后就数了数 挖到了九百多颗的托帕石和八颗的红色祖母绿 哇这一共两百多的这个就只收我一个成人的这个挖矿的门票 实在是超值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也是我们自驾游的一点体会 朋友们如果身体好或者家里也有孩子 身强力壮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种自驾游的行程 好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上半段跟大家聊了聊我们自驾旅行的挖宝的经历啊 真是满载而归 如果你想看看那个我们挖到的红色祖母绿长什么样子 还有那九百多颗的托帕石什么样子 欢迎呢在微信的视频号和YouTube上搜索 明明在美国啊 就可以看到我发的视频了 那里边都有我找到的宝贝的这个视频啊 大家看一看 分享一下我的喜悦 然后呢 如果你也有时间啊 有体力想啊 这个挑战一下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呢 可以参考我的路线 当然说到这儿呢 有关自驾旅行呢 其实网上有很多的网红 最近有一个新闻看了之后呢 就就挺让人心碎的 原来中国大陆呢 有一个阿姨啊 她也是这个以自驾旅行成为了百万几粉丝的这个网红博主 可是她的经历呢 确实让大家觉得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说 这阿姨长得也不好看 但是她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 非常的 让人心疼 就是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她呢 这个自驾旅行不光是像我一样这种喜欢玩啊 出门玩 而更多的是离开吸血 又家暴的一个丈夫 她花了四年的时间自驾旅行 其实就是为了逃离这个痛苦又可怕的婚姻和家 如今成了百万级的网红啊 终于可以离婚了 居然还要再倒贴十六万人民币才能够买回自己的这个自由 这都是什么年代了 你觉得自由还要花钱买吗 这事情还真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说这个时代了 离婚是个自由啊 有时候呢 看着别人离婚啊 很多的这个吃瓜网友们的评价 大多数都是较好 尤其是呢 对于那些有勇气离开恶劣的另一半 开启人生新篇章的弱势女子 经常是给予他们很大的肯定 这位呢 就是刚才说过的中国大陆的网红 就是50岁自驾游的苏敏阿姨 苏敏阿姨呢 长相平平 个子也不是很高 这个关心他的网友们都知道 他这一路走来是非常的艰辛 这个出门 做自驾游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要逃离那个痛苦的家庭 已经是这个自驾游的第四个年头了 对于他来说呢 在感情的世界里 以及在这个法律的世界里 他还是有那个家 婚还没有离 那个经常殴打他 冷暴力他 对他抠门小气 还要把他当牛做马使唤的 那个缺德丈夫呢 这个他终于摆脱了他 就在前几天呢 苏敏阿姨终于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宣布 他将和丈夫协议离婚 条件是支付给那个缺德丈夫16万人民币 苏敏说呢 如果不支付这16万 走上法庭的结局 也可能会更加不利 因为他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婚姻关系中的受害者 所以离婚后 夫妻双方拥有的一切都要评分 也就是说你打这个离婚官司 如果两人不能够和解的话 在中国他也是要有证据的 你说在婚姻里受到冷暴力 受到这个家庭暴力 你当时要有证据啊 早年的苏敏阿姨就是忍气吞声的那些被殴打的 这个被虐待的妻子的一部分 不敢声张 打了呢自己擦点药身上的伤就长好了 就没有留下证据 没有去医院验伤 所以呢 这真的是非常吃亏啊 这么多年当牛做马 离婚呢 如果这个两人达不成协议 苏敏阿姨这四年成网红了 也赚了点钱 对方不但要分走你一半的家产 还要分走他的这个社交平台的 这个这个资源的一半 那这个这真的是非常不公平 自己一手用心经营的自媒体账号 也要分一半 那就损失更惨重了 所以苏敏在调节之后呢 就忍气吞声接受了 付给丈夫16万的要求 看了这个消息呢 网友们真是一片唏嘘啊 有人真的是心疼他 受到了这么多的伤害 虐待 家庭暴力 最终呢 还要花钱 赎身一样买到这个自由身 还得倒贴钱财 明明他连结婚证其实都丢了 很多人就说 这婚你就一走了之就完了 就不要搭理你这个丈夫的非分之想了 但是苏敏阿姨呢 还是一个本分人 毕竟还有一纸证书在这 他希望呢 也就是花钱 消灾 把这个事呢 清理完就完了 然后呢 也有网友说 总算知道这个阿姨 为什么被拿捏了 连结婚证都没有 还搭理他干嘛 让他去告你好了 这个还有说 阿姨的离婚执念太重了 其实你只要在心理上 和物理上远离他 照顾好自己 开心快乐的活 就行了 你的心里没这个婚姻 那张纸有没有都没有关系 你没有道德 就没有人能绑架 道德绑架你女人的委屈 谁懂女人的委屈 真是难啊 有人说 伺候了大半辈子 还生儿育女 结果最后还要赔十几万 才能离开 这是什么账 也有人认为 这只是个法律问题 既然男人离婚 要给老婆钱 那么女人离婚 也得给男人分手费 何况现在苏敏 已经今非昔比 是一个几百万粉丝的网红 还有人说 赚这点钱 也没有啥不容易 还有了解他的网友说 这个丈夫曾经狮子大 开口要价五十万 才肯离婚 如今调节到十六万 也只能恭喜阿姨 早点重获新生 重获自由 向前看吧 还有网友说 十六万买一个自由 十六万让卖出的脚步 没有迟疑 更加坚决 不要再耗时间 在烂人身上 虽然不容易 未来只为自己 好好过 好好活 还有的网友说 十六万买了自由身 值得了 结婚三十年 其实呢 这三十年里 独自过了二十个春节 忍辱负重半辈子 最后还要倒贴 十六万换来 自己彻底的自由 这是不是也是 中国式的婚姻的 一个悲哀的写照呢 这就是苏敏 真实的婚姻里 几个数字 也是他拼命 想要逃离的过去 五十岁了 仍然要花钱 赎回自由身 尽管被挨了这么多打 做了做牛做马 在家里受气 受苦这么多年 漫长的离婚过程 甚至还要付出金钱的代价 但是至少 未来的日子里 阿姨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独自开着房车 上路旅行 苏敏并不完全是一个 真正的旅行爱好者 他只是为了活下去 因为一开始呢 他在家里经常被丈夫虐待 殴打 常年积累的压抑情绪 苏敏呢 在2019年就被确诊为 中度的抑郁 有一次呢 他伤心欲绝 于是呢 就抄起家里的刀 刺向自己的胸口 准备自杀 结果命大被救了下来 但是如果要继续生活 在这个环境下 他知道自己可能真的 会哪一天崩溃 再次做出这样 伤害自己的事情 于是呢 最终拯救苏敏自己的 还是那个要活下去的心 2020年呢 他开着那辆自己和闺女 辛辛苦苦攒的首付 然后自己支付月供的一个大众Polo 终于踏上了离家的自驾游的路 于是就有了最初开始的 他坐在车里的那一段自白啊 最开始呢 他解释自己离开家自驾游的原因 只是说丈夫自私 什么都AA 在家里丈夫也不干活 自己忍了半辈子 现在呢 小孙子也长大了 儿女也大了 终于呢 家庭的这个事情 他可以放手了 就想开车出去转转 散散心 简单几句话 却唤起了很多大家的共鸣 虽然都是鸡毛蒜皮 生活里的小事 但是 那就是无数女性内心 深处积累多年的委屈 说出来 怕人笑话 憋在心里都成了一个心理疾病 于是很多网友引起了共鸣 开始关注苏敏阿姨的自驾游 说阿姨感觉您说出了 大部分婚后女人的生活 女人结婚后 都是为了孩子一直在忍 现在您这样挺好的 孩子们终于长大了 您可以放心出去转转 就是在外面注意安全哦 有的人说 这个阿姨说的我想哭 说的全是钱 其实不是钱的事 心里有太多的憋屈和委屈 说这话的时候 自己都是哽咽的 是的 苏敏就凭着这一份叛逆精神 走红了中国的网络 成为了大家口中的苏敏阿姨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她的评论区 分享自己婚姻中的心酸往事 更多的女性既没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更没有走出家门单独旅行的勇气 于是在大家的关心下 苏敏成了一个网红 苏敏呢也在大家的了解和支持之下 逐渐敞开心扉 讲述了更多丈夫曾经对待自己的暴行 是的 她是一个常年生活在丈夫的家暴之下的可怜女人 基本上就是打打骂骂 这都是家常便饭吧 由于时间的原因 可能很多的故事 苏敏阿姨的故事没有时间继续讲了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呢 之后的爱八卦节目里 继续跟大家分享 自驾游旅行的这个网红苏敏阿姨的故事 好了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爱八卦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啊 祝愿听众朋友们 如果身体健康 也有一颗这个好奇心的话 也可以考虑一下 自驾游出行的这个旅行方式 好的 再次祝愿大家一切顺利生活快乐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